歡迎大家收看相關關心電影的南道新聞 後一座就要到了 超頓座的派公社區特別邀請 市長人共同來放肉粽 這些市長不然是放了很開心 當時也跟不放肉粽的阿公 跟身心中的朋友做回放肉粽 另外社區的紀錄也準備2,000條的肉粽 由幾天來發散戶出邊的略生家庭 讓大家都可以感到說這個活動非常有趣 也特別有意義 很棒很棒 這樣還有一些回歸國進展的 年輕時的那種樂趣 一陶早社區紀錄就在活動中心 準備要去包肉粽 對西藏下、茶料和白粽 全部都是紀錄做回來完成 這次要特別準備2,000條的肉粽 要送到處邊的略生家庭 每年的團五仔都會希望說 我們是不是辦一個不一樣的活動 今年我們透過阿公阿嬤的愛心 來上關懷婦 除了這個部分以外 我們也結合到社區 這裡有一些軟心工房的孩子 這會來學習 不用那麼膜 傳承好媽媽的味道 但是最主要 我們希望說 這群孩子可以因為這樣感受 社區對他們的關懷 阿公阿嬤對他們的接納度 讓社區有不一樣的愛心的軟現 看香港看到那麼多人 你對我帶那麼多 志工 大家感覺很溫馨 很高興 很高興 現場社區紀錄 都展現到爸爸長的技術 阿嬤一邊沒有爸爸長 一邊沒有爸爸長 一邊沒有教導阿公 以及身心中的這些朋友 他如果表示 待到這個機會 可以學習 實在很舒服 很高興 剛才有政府 有政府 有政府 有這個機會 很好的機會 師傅跟你們加上好 人家這麼大天 很舒服 這樣活動很好 等到五日加節 社區就像威樂一樣 大家稍微做回來 拍馬掌 準備環境五日節 大家分工合作 做回來拍到馬掌 分享快樂 透過端午節這個活動 我們可以很好的 跟社區做一個結合 包含是在傳統文化傳承 和傳統記憶的學習這方面 我覺得這可以是一個很好的連結 社區用心的伴侶 小企民都非常開心 不但有什麼愛心 還有教導爸爸長的技術 給大家的人 歡迎五日節 也希望爸爸長的文化 可以用手團行 繼續愛轉 藏波多